念了的主节 上句就他 下句自句 敬饮俗乐 专要求法 心无焉足 自立方便 这是 晋朝 晓慧的法诗 在《无量寿经》一书里面 解释的 解释这两句 专要求法 这是求法不俊 心无焉足 自立方便 这一句 也是告诉我们 怎样去求法 怎样去修许 专字非常重要 要是爱好 也就是我们 常讲的 发喜 学一样东西 如果 不能够 生欢喜心 那就很难 成就 如果充满了 欢喜心 你肯定会成就 那为什么 学东西 得不到 欢喜心 这个我们要深深地 去反省 要去观察 凡事 得不到 发喜 就是没有 尝到 乏味 古大德常常告诉我们 说世卫 哪有乏味能 是世界 包括天上 人间天上 这个滋味 趣味 比不上 发味 是真的吗 我们几个人 修法能尝到 发味呢 为什么 古人 那么容易 我们看看 过去这些 祖师大德们 真的是 发喜 充满了 看看 诸佛菩萨 细心去体会 就明白了 我们为什么 得不到 这一定有问题 绝对 不是说 我们的 智慧 不如古人 那 福德英语 不如古人 这个讲不通 这个三方面 实际上是 我们都超过古人 但是我们的学习 不及古人 一定还有重要的因素 这个因素就是沉浸 应光大使 常常告诉我们 一分沉浸 你得一分利益 这个利益 肯定 就是乏味 你有十分沉浸 你就得十分利益 那我们回过头了 反省 我们有没有沉浸 在现前这个社会里头 沉浸 两个字 普遍地 射掉了 不知道 什么叫沉 也不知道 什么叫近 这一段事情 不能怪我们 为什么呢 从小没人教嘛 那你怎么会知道啊 这两个字 是世间法里面 成圣 成邪 出世间法里头 成佛 成菩萨 第一个因素 那我们要是没有 怎样努力地学 都学不下 那法味尝不到 因为尝不到法味 对佛法的信心 就不能建立 那是幸福 说再讲 是很勉强的 不是真心 我愿意求往生 这个话也不是真话 为什么呢 这个世间 一切群之放不下 所以 说佛难 就难在这里 念佛 为什么不能往生 念佛的人很多 往生的人很少 我们细心去观察 关键就在尘尽 那什么是尘呢 尘跟真 是一个意思 真真 要用真心 不能用往生 用真心的人 跟信的就相应 用往生的人 不相应 往生是什么 分别执着 其心等念 想想看 谁不用这个心 六道里面的 有情众生 全都是用的 这个心 随经上的 比喻说的好 修道的人 像鱼子一样 成道的人 风貌领旧 我们把这些事情 搞清楚 搞明白了 把我们的毛病 修正过来 我们这才有希望 忘心 其心动念 分别执着 这是轮回心 这种心 勇死 生活 工作 待人接物 决定出不了轮回 念佛也出不了轮回 只可以说 跟极乐世界 跟阿弥陀佛 借了一个善缘 这是真的 在阿赖耶里面 种下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的种子 这个种子 古德有说 比喻为金刚种子 永远不坏 这一生 不能往生 来生后世 遇到缘了 什么缘 真诚 还是这个 什么时候遇到真诚 这个缘就成熟了 往生 就有缘了 我们研究 金教 无论是 哪一个法门 八万四千法门 哪一个宗派 都有 得三位 可悟 明心 尽性 之分 对我 如果没有真诚心 那就再等 所以 为什么说 凡夫修行称夫 要经历 五量戒 原因就在此地 就算了 好 就算了 对我 来 来 感谢观看